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喊出 组建非绿大联盟 侯进办执行长金普聪并不买单 更直言最坏的打算就是 挺着胸膛倒下去 其态度强硬对蓝营 主张在野合作的人一顿炮轰 但目前侯友宜民调持续迷航中 蓝营小姬优 若持续下去恐跟着陪葬 据了解 国民党中央规划把 总统与立委选战分开看待 最晚只能等侯友宜到9月底 换言之 金普聪能帮侯 充斥选情的时间不多了 服用金氏猛药病情没好转 党内将启动蓝白盒备案 而侯金 连手从一开始的万众服务 到后来越走脚步越抖 也让外界着实没想到 蓝营现在不仅有 锅 磕 胡适丹丹 连自家后院都失火 金小刀的强硬作风 对侯选情到底势力势必 欢迎留言说说你的看法